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马总统要推动司法改革 昨天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司法院的 正副院长人选赖浩敏跟苏永清 这个人选未来还要送到立法院 进行人事同意权的审查 那民进党已经放话了 这两个人他们都不会同意 原因是说这两个人都没有法学的地位 法学素养也不足 那赖浩敏呢特别是年事已高 已经71岁了 能不能够做完任期还是未知数 这个任期是8年 因为他已经71岁了 如果8年后是79 那他说呢这样子到时候 马英九就可以让自己的同学苏永清扶正 民进党在同意权的投票的时候 对于赖浩敏跟这个苏永清都会投反对票 赖浩敏的原因是因为他71岁 然后呢苏永清的原因是因为 他以后可能会扶正 这个审查的品质也蛮堪虑的 东豪 因为你开本上那个人叫柯建民 我记得呢在台北地检署的 那时候柯建民还是立法委 国民党执政时期 为了一个新主义案子 传了柯建民去作证 他有优惠 因为呢他不是到一般的侦察厅 他是在一个主任检察官的办公室里面 做证 做证 那他做什么证呢 因为他土地重建坎高啊 然后呢坎高啊 另外有一天当事人涉及到那个背信的问题 知名的上市公司 然后我现在在听柯建民在评论司法政府院长的人事 忽然间觉得有点错字的感觉 未来是他要投票同意才行啊 对可是民进党你可以派一个好一点的人吗 他现在是党团总招啊 可是这个人常常干预司法 然后官说 常常搞一些妨碍司法的事情 然后你来 由他来评论 民进党的人死光了吗 不能找一个公正一点的 要有形象一点的吗 那换一个人来讲 应该会比科技里面的效果好一点吧 可是理由还是一样吧 就是赖昊明太老 然后这个苏永晴可能会扶正 所以这两个人都不能够 我闭着眼睛我也想 就是也是这两个理由 民进党还能提什么理由 像赖昊明 赖昊明1979年的时候在文化大学交苏 那是最后一年 他后来不能交苏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跟姚家文两个都在文化兼任讲师 文化大学那时候的人事事的就仁二啊 下一个条子 说这个姚家文跟赖昊明不可交苏 他们就这样子离开了文化大学 不能在法院去兼克 所以赖昊明过去跟 民进党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讲他不是民进党 他是在党外时代就已经运渊深厚了 这个人有什么好批评他的 就是因为从2004年反对了 共同榜大选开始 那民进党所有的反对 如果以现有理由 就是要政治理由 所以